自郑爽公布恋心以来,每每被拍到,他整个人的状态都很不错,看来这段恋心让他感到十分幸福。 昨天下午,又有王妖在路上偶遇郑爽,当天他依旧穿得非常休闲,素颜朝天,白色宽松短袖搭配黑色运动长裤,脚踩拖鞋,还唱着二郎腿紧钉屏幕,笑容满面,不知道是不是在和男友聊天了,当时拍完戏应该已经很晚了,郑爽与助理就一起点了外卖,去现场观众说,两人同点一份麻辣烫, 外卖到了之后,郑爽和助理马上摆好凳子,将麻辣烫放在一个和凳子一样高的小桌上,估计两人是真的饿了,所以在助理刚拿出筷子准备的时候,郑爽已经满下腰准备开吃了,两人都做好之后,郑爽端起了麻辣烫搅拌,一直在和助理聊天,不过看他后来在老招区的时候,家的全都是素菜,荷菜全都给助理吃了, 郑爽最近相比之前确实胖了一些,男早说现在控制饮食是又是又开始减肥了 我们下期再见